之前我們在Line上面要去串接AI應用 必須要透過N8N或者是Mac這一類的流程系統 因為在DeFi上面並沒有WebHook的方式可以去做串接的動作 但是在1.0之後 現在DeFi已經提供了擴展的插件 透過這個擴展插件 我們就可以很容易去開發自己的一些聊天機器人 而且不只是Line 像WeTree或者是其他的聊天應用 也都可以開發類似的聊天機器人 哈囉大家好我是凱文大叔 還記得上次我們介紹這個Kawaii的聊天介面嗎? 今天我們把介面改成Line 透過Line的官方帳號來跟我們的AI做串接 我們接下來跟大家講一下 怎麼在Line上面去跟DeFi去做串接 Line現在只能透過官方帳號去做訊息的傳遞 所以我們必須第一個一定要先註冊一個官方帳號 那這個註冊好了以後 在這邊點下設定 我們在設定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Message API 那如果你要透過程式去做一個串接的機器人 我們就必須先在Message API 這裡去啟用 啟用的時候這邊會寫一個你的服務是提供者是誰 所以這邊我們就寫DeFi就好了 這邊是設定一個名稱 那同意 那接下來這邊必須要輸入一個這個政策跟條款 服務條款這個是選填的 我們可以不用理它 OK這樣子就好了 確定 所以我們的Message API就可以設定完成 那這邊有一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我們這邊會有一個Train of Security 那這個東西我們必須要貼在我們的Linebar的設定裡頭 所以這邊我們等一下回來必須要看一下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必須還要去點到這個Line Developer裡頭 好登錄以後就可以看到剛才那個鍵的DeFi已經完成 好我們在DeFi這裡進來以後 好點到剛才我們 因為我們的官方帳號是這個凱文大叔 我們就進來 好那可以看到剛才這的這個 Channel的Security在這裡 好但是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要去設定 好在這個Message的API 好其實這個東西就是API的一個Token 好所以我們必須要把API的Token記起來 好那這裡一開始是沒有這個 好這個Channel ASUS Token是空的 好所以我們必須要點一下Essue 它才會產生一個新的就是API的Token 好那這個Token其實是在傳遞的時候 它會附上這個資料的 好所以其實這個東西是比較重要的 好跟剛才那個Channel的Security 是一樣一樣重要 兩個都需要去把它特別記錄下來 好接著我們回到DeFi這邊 好那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DeFi先去把插件安裝上來 所以我們先選擇外掛 好那外掛以後 我們再選探索Marketplace 好那我們要裝的是擴展插件 所以我們點一下擴展 可以看到說目前只有這10個 好那凱文大叔就是開發了這個LiveBot 我們就可以比較方便的去跟Live去做串接 好那除了這以外 最近也有一個人寫了一個WeChat的那個機器人 好所以你們如果有需要去跟WeChat去做串接 這邊也可以直接安裝 然後去做串接的動作 好所以像這邊還有Slack 好那相信以後也會有很多其他的一些 Message的穿接 好類似像WhatsApp或者是其他的工具這樣子 OK那我們就是要先去安裝LiveBot 那我目前是已經裝過了 好所以這邊是沒有辦法繼續安裝 那安裝完了以後我們可以再點外掛 好點外掛這邊 那我們去找一下分類擴展 好我們這樣子比較快找到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LiveBot在這裡 好所以我們點下去 好我去看一下設定 好那這個設定啊 因為這兩個是我之前去測的 我們如果要去做一個新的端點 端點它的英文是npoint 好新的端點我們點下去 這邊就會輸入你的npoint的名字 還有像剛才在Live上面的 Channel Security 還有這個Asus Token 這邊我們就寫個Live好了 好Live 然後這邊Channel Security 其實就是要輸入剛才 畫面就是在Live官方帳號的 Message API上的設定 這兩個把它貼上來 好這兩個貼上來以後 我們就必須要去選一個就是流程 好那這流程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系統上面有哪些流程可以選 有TradeBot或者TradeFlow 或者是Wordflow都可以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選擇上次的那個女友聊天機器人 OK那這樣子完成以後就可以直接按儲存 好儲存好了以後其實就會產生一組新的 新的端點 那我們就是要把這個端點 好複製起來 好端點複製完了以後 我們回到那個Live的官方帳號這裡 好Live官方帳號這邊有一個東西還要設回來 好這邊有一個WebHawk WebHawk的UIL 這邊點編輯貼上來 好貼上來以後按Update OK好Update以後我們就可以來去做測試的動作 那這邊要記得底下這個UseWebHawk 要把它勾起來 好這樣子它才會用WebHawk的方式去做串接的動作 好那底下其實都可以不需要勾啦 好那這個Arrow的部分 如果有需要去做統計我們可以把它勾起來 好那日後可能會有報表可以去做確認這樣 好那這邊完成了以後我們就來做一下驗證的動作 Verify 好那以後我們加入Live官方帳號 它就可以類似像跟前面的女友機器人一樣 去跟它做對話 好那前面我們就可以看一下它的 我們現在的效果 它其實就是跟AI去做一個聊天的動作了 好這個Livebar算是凱文大叔少數幾個Python的程式 好因為其實我本身是以Java跟JavaScript為主 好Python很少在寫 對但是它的架構其實還蠻簡單的 那再來就是網路上其實資源也很多 那現在透過AI要寫程式其實非常容易 好那我們只要去拿到一些範例 就很容易可以做出這個Define上的一些插件 好所以其實我覺得Define插件以後應該就會越來越多啦 尤其是這種擴展插件 除了原本的那些工具它是內化的一些層次以外 好那擴展插件其實有點像是可以讓Define去跟更多不同的系統去做串接 好那或許以後也會有NCP的那個接口 其實好像已經有了 這個Libar之後應該還會再做改版 因為現在很陽春 我們現在這個功能就只能去傳訊息給AI 它也不會有記憶 那只是單純的透過AI去回訊息給你 那也不能去分析圖片 好那這個之後我們可能就會慢慢的再去做一些信這樣子 如果有需要的話就趕快去下載 反正這個也不用錢 下載完就可以跟你的官方帳號去做串接 就功能多一點的時候你就可以去類似做一些客服的服務之類的 好因為像後面在串AI的流程 在Define上面做的流程 你就可以把它透過LINE來去做一些 都是一個介面吧 讓你的服務可以做到更多元這樣子 OK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介紹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是真是真是你 還是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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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的